按照现行的国土计划法 各县市国土计划必须在今年5月1号公告实施 不过有许多县市最近才承报国土计划到内政部 内政部恐怕来不及审查完 因此行政院日前提出修法 延长时程 但是草案中第15条有重大争议 引起朝野立委反弹 9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在逐条审查时 行政院决定让步不休 至于有关重要的时程延长条文 各方讨论后决定按照民进党团版本 将各县市公告实施国土计划的时间延长一年 公告国土功能分区图的时间则延长两年 功能分区图呢 它就是划下去 是为了全国的公共利益而把私人财产 限制使用划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涉及我们剥夺人民石油财产的处分权 所以配套很重要 两年变成四年 我都屁屁错 弄不弄得出来 完全执政之下能够不要再有任何的推托 那这也是我想时代力量我们的希望 功能分区这个我们就不坚持 就是配合这个行政院 这次修正 延长国土计划内容审议时间 立委增添才希望 政府能积极将部落过去所遇到的建地严重不足等问题解决 因此再提修法 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国土计划审议会的成员必须要有原民代表 以及被划定为国土富裕促进地区的部落应该要经过原民会同意 不过后续没有获得支持 无法通过 审议委员里面希望有原住民族的代表 另外就是要去划设国土富裕促进地区 很多的土地就会被限制 甚至就不能积住 这会影响到我们的部落以及我们的耕地 所以我特别提出 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部落及它的范围的土地的时候 应该要经过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同意 经过一个多月争论 国土计划法修正草案 9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通过出审 由于要赶在时间内三读 预计最快下周四 4月17号送入院会三读 原时新闻起顾巴扎克立法院采访报道